不要跟我說這遊戲有多好玩 Cosplay多少狗公 電影有多深奧 魏康兩個字 虛偽 謊言 真的東西沒人來 假的才有人聽 是不是這樣說 逢星期三九點半至十點半 我是蠍子王 城寨見 今天魏康回來 非常優雅 出去外景 我找到這麼漂亮的店長 和你今天做訪問 給我介紹一下今天的嘉賓 今天是藍藍 是 愛藍藍 竟然是這個店 是 這是你的店 我們今天看到外景拍 自然是講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今天我打算講女僕文化的 不是純粹餐廳 是整個文化的 因為這件事 臨近聖誕 看看今集是聖誕前出 還是聖誕後出 給自己做個包底 在節日氣氛 想做一些比較 美一點點的東西 不要經常都好像 我的節目好像經常罵人 其實今集都會罵人 不要以為我的樣子這麼漂亮 其實都是照罵人 我也知道 我跟藍藍都講過 其實香港真的很多事情發生 但今天我們講的是 女僕文化 女僕文化 怎麼開頭呢 就是 我當一個 我是完全不認識女僕的人 因為我幾年前都去開女僕 原來有些男生或者女生 真的會害怕 她是不敢進來的 她是不敢進來的 她說 究竟會怎樣的 阿蠍之鴻你陪我 帶我進去 真的有 有幾個朋友 是因為 我知道我的臉皮 成尺口 那 就帶她來 熟了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應該 應該幾豐富 應該幾值得去說的 我今天就找到阿蠍蠍 阿蠍蠍有時候比較緊張 其實不需要緊張 不需要緊張 是 這個 我們當是聊天 這樣可以 其實我們應該怎麼開始 這個女僕文化的 這個 這個寸奇故事 其實應該是哪裡開始的 那我首先講一下我是做什麼 你先做什麼 介紹一下自己 其實我經營了這個女僕店 有六年以上 六年以上這個 很奇怪的 其實最初我在學校那裏 就無緣地這樣跟人說 我翌日要開女僕店 然後就認識了一班人 然後那時候在浸大 就搞了一個期間限定的女僕的查座 那時候順利香港的 是 我不怕知道 沒錯 是 早時間中學 是 搞了一個查座 還認識一些人 那時候就叫大家一起去 夾粉去做一個女僕店 那時候那個女僕店 叫美大靈 是 是在官堂一個工業大廈裡面 是 那時候大概維持了 我在裡面可能維持了大半年感 幫我跟她們理念不合適 我自己走了 即是 未畢業的時候 是的 那時候我是讀 我是Year 1升 Year 2 然後那段時間 就是Year 2那段時間 然後後來我自己再畢業 然後 那時候都在掙扎 究竟我應該做 還是不做的 是 但最後還是開了 開了一個非凡小年 然後 就開了已經六年了 然後到現在再開了這個TV 是 其實已經是兩間分店的店長 不是沒有分店 就是兩間不同性質的店長 嗯 我想問你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開期間限定呢 就是這個是不是都是 就是日本文化帶回來 還是 還是 你自己想著 就是那個形式是怎樣的 我想問在大學裡面 因為你還在讀書的 是嗎 其實我是有看動漫的 是 我是少少讀 不是很讀 但是 還有我喜歡Rolita的 那 就是我對於一些 自己吃的東西 或者一些生的東西 那我也有少少認識 都挺喜歡一些東西 那然後我就覺得 把幾個東西混在一起 就是類伯店 但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什麼是類伯店 在那個時候 那然後 我的上妝 其實Rod是萬數的 是 就加起來 他們叫我一起去搞那個 是一個女僕的cafe 在學校搞 是啊 就是查座 但是你正在上學的 就是幾天而已 因為查座是 哦 就是讀地方 就是讀學校的那些房 在BU裡面 就是好像我們平時排舞 排劇 搞電影會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種的 舊校的鏡房 是 我以前也是很善用 我喜歡你 搞到現在我們 讀房也讀不到 因為我當時也很過分 當時也在搞電影會 啊 教權 啊 拿些學校資源來 所以現在是很難 訂房 很難去Apply搞活動 是啊 現在 現在出來做事 反而訂房是很難 因為那個現在是成本 以前學生做事 那些資本是低的 是啊 是啊 那當時就搞了其他限定 然後再自己搞店 那就到現在了 那 就是這個做的過程呢 那我不斷會去研究 那究竟這件事發生了什麼事 那 還有還要搜集很多資料 就好像在做功課 是 就不斷去 是啊 是啊 不過那個group project是你自己一個 是啊 是 獨自的group project 然後再應用 然後就變成這樣 那如果要講到女博 可能要定義兩件事 那我們可能講女博文化 可能會顯示到歐洲他們的歷史 是 那我們可能另一樣講 就是女博店文化 其實只有十幾年 是 這個是兩件事 觀眾 一個就是以前 就是真是女博 就是我們看那些英劇 美劇 就是那些Downtown Abbey那些 是啊 原來有看Downtown Abbey的 太好了 你全都看了 現在出到Season 6了 很多 來香港 是嗎 因為有一集他講到蘇聯公主 流放 著草 是的 然後那個阿媽媽 阿媽媽 就是最權威的媽媽 把嘴唇人最厲害 殺不潔血的媽媽 就說 蘇聯公主 就來了香港 著草 玩菜 其實是Season 5來的 就是Season 6那時候 中途製作 製作特輯就說 我們Downtown Abbey 決定在香港拍 但是講一講 我猜應該是回答出來的 嗯 看看現在怎樣 太好了 你又看Downtown Abbey 還沒看完 是啊 現在是講一個Buckler 和一個女僕 和一些管家的文化 是的 就是一個大宅裏面發生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大宅的主人 他們可能叫工作 或者什麼什麼夫人 那些 他們是不需要做家務的 是 而且他們是不需要花多時間 管理一家家的運作 就是家務 我們現在講的是歐洲的維多利亞 我當回Downtown Abbey 做一個例子 如果比較齊一點的譯名 就叫唐頓莊園 是的 就是你如果網上找的 就要找這四個字 唐頓莊園 是的 我們用這個例子為講女僕文化 OK的 就是應該能夠吃到的 是的 完全是那樣 是的 那女生就應該叫Mate 嗯 以前通常就很少 我想 執事這個應該都是一個Term 是有點誤解的 其實也有分很多種的 即是說Mate也好 他有分廚房的Mate 客廳的Mate 就是Pana Mate Kitchen Mate 就是有很多種 有些可能是洗衣專用 就是分軍種的 洗衣服 女僕 煮上女僕 一般就是brother 但其實平時看到人家叫Foodman 也是分很多種 是 職位不同 如果軍事一點 剛才說 女僕是女仔 男有不同的 男有些叫Foodman 好像剛才你說的 都有階級之分 更厲害的叫Headmate 是的 就是 那麼多的女僕 她算是supervisor 她也是一升的 有晉升的機會 是的 最高的就是女本家 是的 我記得好像有一種 就是貼身 時床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就是專門是服侍那些女主人 或者男主人 那個就是Ladies Made 是的 那個就是 穿衣服也不同一點的 其實她是不需要再女服服的 是的 我想 沒有那麼多圍裙 因為圍裙是怕塵多 弄髒才戴 她是貼身 她普通常做她的 幫她穿衣服 幫她脫衣服 幫她化妝 梳頭那些 貝仔 是的 那藍的就叫Valid 這個沒有留意的 是的 藍的 藍的就是譬如 拿她的煙 煙的配色 煙盒 藍飾物 幫她襯衣服 條胎 塞衣服襯什麼 那些 其實都分得很仔細 那學的 女服做的最大的是什麼 女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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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 是不是以前來說 比較女性性的這個職位 通常最大的 是不是Buckler 最大是男管家 嗯 分工有點不同 是 所以他們會有權力鬥爭 是的 你看Danton Abbey 而且永遠是男主人和女主人 就是衍生出來的 就是 就是 生出來的兒子和女 嗯 那她服侍過Buckler 都分成男品部和女品部 整件事都很搞笑 那 好像是分開煮 吃飯是分左右 以前 因為客廳的話 那些女生是不能一起吃飯的 是的 以前的歷史比較複雜 還有你也想想想 Danton Abbey 很有趣的 就是如果你還沒結婚 嗯 那你是男主人家的子女那些 大家常常住在一個屋裡面 那你早餐呢 好像以前住宿舍 一定要下去飯堂吃的 是的 那有些女僕服侍你 嗯 但是如果你結婚的話 就在房間吃 只可以女 是的 女生就可以在床上吃 就是那些殘廢層 放上來的那些 就是我覺得有些文化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其實你有沒有興趣 要弄一張床呢 哈哈 很想說 在台灣有這個女僕的女館 是 但是沒有這些服務 是 我想他看到這些Dungeon Abbey 可能知道 不過你要結婚的女生 即結婚的男生也好 嗯 你也要下去下面吃 就是很有趣的 奇怪 以前如果你是一些貴族 你看報紙 或者 那個男僕會和你 直覺報紙 才去看 是的 我不知道很多這些奇怪 其實是 如果你有興趣 那些文化 背景的話 其實有很多這些 有趣的東西看 嗯 不過可以說一說 兩點 第一點就是 以前做女僕的 不一定是一些很低賤的人 他們可能是其他貴族的人 都不一定 哦 只不過他們是想要學習 怎樣成為一個熟女 等等 就會去做一些女僕的 那還有呢 另一個要提一提的點 就是 他們所謂女僕 還有 我們叫的 我們 中文翻譯說 Master主人 其實我們未必是 真的叫主人這個 那他們可能叫 My Lord My Ladies 是 那他們那個從屬關係 其實不是賣身的奴隸 是Contract的 是啊 其實他們是找工作的 是啊 是啊 尤其是你那時候 歐洲來講 相對來講 民主了一些 嗯 你看單單Abby那個 很好的example 就是他們有時候會說 當然這樣的 一個 當你找工作 他公司的規矩就是 儘量不要講主人的是非 但是時候他都會講的 那講完之後呢 那又被管家罵 啊 為什麼要講他們 那樣的 那問題呢 有一句很棒 香港民主 在香港人的時候很適合 他說 It's a free country 這個是自由國家 來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講 就是我覺得是 是ok 還有很多 他們會辭職的 會轉會的 會轉工一點 會轉工的 是的 裡面經歷過不少的 轉工那些 還有呢 有時候都會爭女僕 就是說 你做得很好啊 你過來跟我做啊 是啊 有些會爭的 是的 很多這些 那我想問 在以前的女僕 為什麼又會帶來現代文化 就是說 那些十幾年歷史 中間其實都有一些事發生的 因為講到女僕店文化 其實這件事又再複雜很多 如果說單單是女僕店出現 其實就在01年的時候 還有之前呢 那動漫畫的裡面呢 有些女僕的題材竭氣 然後再有一些game 就搞一些期間限定的茶座 就是cosplay的茶座 那時候是沒有女僕店 亦都沒有cosplay咖啡 即是日本也沒有的 另一間 是的 所以有cosplay的期間限定的咖啡出現 大受歡迎 那之後才引申了 有人投資去發展這個女僕店 哦 哦 那在日本的發展史又是怎樣的呢 就是譬如說 剛才你說的 其實將這個歐式的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叫什麼 家庭管理文化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就是這個女僕文化 由歐式 這樣 家庭管理文化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又不像賓妹那些 賓妹現在叫什麼 賓妹現在有個名字 傭公 家傭 我不記得 哦 他們只是大規模和小規模的分別 是的 我想賓妹那裡算是大規模的女僕 還是女僕的大規模 就是他們管理的只是一個很小的家庭 所以什麼都要做 是的 所以做的東西又少一些 是的 還有 還有 不過我們講日本的發展史上 講了一點點 就是真正的女僕 就是歐洲那邊以前的文化 其實女僕要做的東西 是比你想像中多的 嗯 而且女僕的人工 就是 不要只是女僕 就是可能執事 男工人之類的那些 它佔了那間莊主大部分的支出 其實是很貴的 請那些人 是啊 還有你不可以少 少又顯得你寒酸 一定要請任多 是啊 他們那個時期 就是八卦 不想問 就是不可以直接問人家的身家 你家裡有多少錢 這樣很有禮貌 那我就會直接問 你家裡有多少個女僕 有多少個工人 那樣 就像阿拉伯那樣 你有多少隻駱駝 那隻駱駝多 就知道你家底了 是啊 是啊 其實是這樣 有很多人就因為 怎麼說 沖場面 還有以前那些 那些 那些莊主 那些莊主 就是看你什麽著位 基本上他們不知道怎麽做 那他們收入是怎樣 是靠收那些農民 或者他自己特地的地稅的民高民資 那樣 如果你洗大了的話 那有些沒辦法 就 cut budget 就少女僕 那你一走出去 那些人想 不行 這些 只有那一兩個 那 還有你看回Dunham Epis這套戲 你會看到 根據時代的演變 越來越多人是 是想這件事是低調些的 還有那段時期 除了一些貴族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中產階級的武器 那可能他們做一些銀行家 或者企業家 律師 那些 那他們為了沖場面 都會請一些女僕 那些女僕 那些女僕 可能等同於我們現在說的 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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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一個女僕 或者一兩個女僕 就要管理整個家的東西 不過當然他們家的規模小很多 需要管理的東西 會簡單 還有 譬如 這個很有趣 譬如說 在現在這個時期 即現代 很多人都喜歡 譬如親力親為 他們說有些東西會做 或者自己做 但以前 歐洲人是很不同的 即是如果你是莊主 無論你是莊主 也好 你是莊主的子女 也好 那些 如果 你要扮到好像很親力親為 那樣 你對執事 或者對女鬼 是一個侮辱 真的 你做不行 我才要做 是的 因為在裏面有一集說 有一個中產的人 基於某些原因 就進去莊園裏面住 他們很中產 但其實也不中產 是做律師的 在Manchester做律師 他在莊園裏面住 他平時沒有女僕 他不習慣 我穿件衣服都別人捧 拿杯茶都別人遞給你 他就說 我自己來 之後 那執事不卸 是說 你不讓我做的話 你是對我一個侮辱 還有你 你讓我服侍你 不然的話 就不行 我工作做不到的 就像做戲一樣 以前很多事情發生的 我們說回日本那裡 有些穿彩不太多的 好了 剛才你說 基於01年 有些動漫 有些cost play 加上餐飲業衣服 加在一起 很幸運 旅僕cafe 我們說第一間的旅僕店 就是Q&A Cafe Q&A Cafe 它是在秋葉園的 它背後有大公司支持的 那間是一間叫Cospa 是專賣Cosplay服的公司 是極大間公司 它搞完這個茶桌之後 它的主題是怎樣呢 就是穿著維多利亞色的綠穀服 不過是短袖的 因為維多利亞色的綠穀服 應該是長袖才對 而且應該都是長袖 是長袖 它的環境都是比較古典 就是啡色的木 那些 不過你要留意 就是跟我們上海中不是很相同的 它門口是Elaser Master 就是歡迎光臨 好像很普通的餐廳 那酒的時候就是Elaser Master 都是說多謝光臨 那些 那是比較 跟一般的餐廳很接近 那它的餐點那些 都是很正常的餐點 不是大家想的微波爐 是真的好吃的 是 那 沒有大家想的蛋包飯 有蛋包飯 但是沒有幫你用茄汁去寫字 對 還有抹公仔 都沒有的 總之是一個正常的餐廳 帶它的店員 是穿了淚布袋 那 那你覺得可能感覺親切的話 其實我想說 因為日本所有餐廳的店員 我都覺得很親切 所以我不會覺得它是一個特別不同的位置 那 但是呢 我就聽回有早期去過的人就說 其實那時候因為那些店員 可能本身都是COSPAIR 本身都是認識的 或者可能見過幾次 那他們都會談一兩句的 但是隨著那間 即COSPA雖然是大公司 但是它都中間會轉換一些老闆 或者管理那個COSPA 那些人 那就慢慢去改得 越來要standard 那些服務 就是有些既定的模式 那他們慢慢跟客人的距離 就越來越疏遠了 即變成了很 很 企業式管理 可不可以這麼說 是啊 即是例如如果我去喝茶 那我去喝茶的時候呢 他倒茶給你的時候 通常都會再介紹一下那個茶 叫什麼 但是如果你去十次 那他都認得你 其實他都會說十次 那就可能 你就會覺得沒有了那個親切的感覺 即你都不認得我 熟了 是啊 但是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一般女博店 他們都很忙 那基本上都沒什麼機會 沒什麼時間跟你說很多的東西 通常可能他放下所有材料 或者是上餐 可能跟你說多一兩句 基本上都是這樣 因為特別是這些早期的女博店 他們不會有這麼多付費的服務 那 是的 就是沒有付費玩家這件事情 是沒有的 沒有的 拍照加多少錢 C魔法加多少錢 他們是不能跟女博拍照的 就算你拍照 都要問那個店員 店員看著你拍照 看著你的螢幕 這樣才可以的 那都是 就是很正常很荒謬的一個餐廳 再加了一些女博的元素進去 那去到 再過了一兩年 那 七月園也有一些店鋪再開了 那然後 開始傳到去日本各地了 那然後有一家在名古屋 叫Alms Melody 那他為了 就是自我珍惜 那就把客人 就改了做 Gosuzin Sama Ojo Sama 就是翻譯了 他們覺得是翻譯了 那就是 我們中文最翻譯就是主人 大小姐 是 那就加這兩個詞 然後呢 又是歡迎你回到來 就是我在拉西馬城 那 加了這些東西下去 那就變成 獨特了 豁著好像親戚一樣重了 是的 因為好像 我翻譯了 是的 他又很專稱你這樣 是 那跟之前我講Q&A Cafe 那我怕Sama 那就兩樣東西了 是 但是呢 那店鋪其實只是 那個感覺是 可能跟Q&A Cafe很相似 就是 又是穿長裙 那個環境又是點 就是分別性不大 是的 就是那些 用語叫做不同了 所以去到再分別很大 可能是去到2005年 有間叫Ado Home 那現在 又是很出名 有幾間分店 我想問你剛才說過三間 就是比較標誌性的三間 現在是仍然營業的 在日本 是的 仍然存在 就是仍然都站在那邊 嗯 有間叫Ado Home 那其實他之前有開的 不過呢 可能那個形式比較普通一點 那後來呢 又是轉了老闆 轉了老闆就會不同了 那他就加了很多 演藝的元素下去 那也都例如 加了在上餐的時候 有絲魔法 那會有一個付費拍照 付費玩遊戲 那他然後又組成了一個 女僕的偶像歌舞團體 那會出一些碟 會做Live Show 那整件事是轉了 是啊 已經 是的 已經不同了 那但是 我們剛才說 阿do Home 那個形式 應該比較接近我們 看動漫畫裡面 所認知的 女僕表的形式 哦 哇 不如這樣說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還沒說 我們不如等Part2回來再說 好 好 不要跟我說這遊戲有多好玩 Cosplay多少狗公 電影有多深奧 魏康兩個字 虛偽 謊言 真的東西沒人來 假的才有人聽 是不是這樣說 逢星期三九點半至十點半 我是蠍子王 城寨見 回到Part2了 那我要繼續扮優雅 是 其實不需要的 我是一個藝人 很假的那些藝人 藝 即站在哪 藝康的位 是的 我們剛才講到去 其實都 聽你所說 現在日本的女僕發展 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即是由原本的餐飲 好傳統的女僕文化 一變了好像有些地方偶像 即是又做小劇場 又要表演一些女僕 嗯 那還有些什麼演出 為什麼演出 即唱歌 真的唱歌跳舞是一個主流 是 即是 其實少林足球 周星馳說的那些是對的 唱歌跳舞加上 其中的東西就一定做得到的 好奇 真的 真的 又被她講中了 即現在整個日本文化 其實Love Life 現在這動漫這麼Hit 其實她說話都是這樣 她不是說 靠唱歌跳舞 是否幫學校籌錢 和不要倒閉 是的 是的 加上學園完完縮 是的 是了 其實周星馳 有一個潔地 在電影裡面 少林足球裡面 現在女僕也要這樣 那麼 整件事逆轉了 即是變成半個 即是好像 英國有那些劇場餐廳 這個不知道 即是譬如說 你在客廳吃飯 那前面那个不止是唱歌就是舞台 那又另一种夸张点就是 你知道英国那些人很喜欢看剧的 那些传统文化来的 那他们跟餐厅合作 就譬如说我在这个剧场里 你买一张剧场票 就可能看《乌星内耳》看什么 whatever都好 那你去某间指定联合了的 联合经营的餐厅里面 就可以特价的价钱吃一餐晚餐 就是可能人类一个价钱的 可能你八折左右就吃了一个餐 吃完之后就瞧眼看起来 一整个一条龙 你会考虑一下 少林功夫 或者在这里表演这个 《乌星内耳》不需要一条龙 在店铺里面有舞台 是的 但是我想这个文化带到来香港的味道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有的 有的 唱歌跳舞《乌星内耳》 在香港不是我们的店铺 那已经去到大概 因为这个东西在日本 刚才说了 可能在2006年已经热起了 那到香港 我们的店铺在2009年开始 也有的店铺同期开始 也有跟那些店主去谈过一下 那其实 因为我是访访了家里的女服店 那这不关我事了 那些 然后我知道有店主 他们想访访了 例如《阿多库》 《Made or Limit》 那些 很舞台方式的女服店 但是因为 场地或者 一些租金等等 所限 那他们那时候 开始做不到的 后来有一间他们再搬店铺 就开始有一个舞台可以做出来 那就开始可以走类似的方向 是 但是他们又不是自己公司组成了一个team 这样 就是我觉得香港人做事 和日本人做事是有些分别的 但是 其实你讲得很礼貌 哈哈哈哈 你讲差几皮的 哈哈哈哈 那大家的钱都不同的 是 都是差几皮的 哈哈哈 很努力 实际上差很多 就是总之他不是用那个餐厅 去形成一个team出来 是 而是可能在外面去请一些team 来表演 请外援 是的 那这个都ok的 因为香港可能动案主题的地方 是不太够的 那可能他们找一些舞团的那些 回来表演是ok的 那另外他们做一个方法就是 就是他们叫一个set 那然后那个set就包括你可以指明一个女儿 去做一个表演 可能唱歌 可能跳舞 但是我听过是可能可以在舞台上煮个蛋包饭 那他们觉得很有趣这个行为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以前 阿爸年代那些 那些菲律宾吧 那些菲律宾人唱歌给你们听 在那些 在那些吧 但是然后再加成一个方太演唱主唱 哈哈哈 但是因为那些客人呢 怎么说他们很喜欢看这些东西的 就是呢 看那些小妹妹 是 怎样失手呢 他们会觉得很有趣的 哦原来是看失手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过程是很精彩 因为我们的店铺也很搞笑 我们的店铺是 就是比较开放式的厨房 那然后呢 那些客人呢 很喜欢 走过去厨房里 就是聊那个女僕去讲话 那其实呢 他们为了看他 怎样 哎呀好危险啊 哎呀不小心症 我不知道什么 他们就觉得看这些场面就觉得很搞笑 哦 这个很明显是归家的感觉 就是可能贯设了女僕的主题 就是你想要回家 有人复权的感觉 就是你回家呢 如果这首歌 就是什么 是什么 哥哥啊 弟弟妹啊 你都想看他fail 不是你看人fail是好看的 看他成功 你成功 这个是好香港人本性的 突然间 是 是 是 黄之华那句 是 你喜欢看人扑街的 是 但是其实我听过一件事呢 是 再夸张一点的 就是 小弟比较重口味的人 看资讯比较重口味 他说现在有一种女僕 是逆转的 传统的女僕是女僕serve我 有一种女僕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外国一种餐厅 就等于香港的奥偶也是的 你这间店都吃东西 听他的粗俗对话 听他喜欢你被人骂 那美国也是一间餐厅是这样的 美国一间快餐店 就是出名了整个家人 就是家庭式经营来的 整个家人 有听过 有听过吗 是的 整个家人都是做一间餐厅的 出名什么呢 出名是叫人的 骂人的 就是 你爱卖东西 你想两秒 想这么久 行吗 不想第二个 搞错 怎么办 那整群人都听他在骂你 在卖东西吃 这个是他的主题 骂人餐厅 女僕也有这种有趣 当然不是听女僕骂 那些动漫 很喜欢你见到一些御者 见到很性感的女角 性感的cosplay 就会说 你踩我 你用脚踩我 那些人 那有一种 我不知道算不算SM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叫女僕鞭打你 叫女僕惩罚你 整件事是 调转的 这种逆 我不知道叫什么 逆转女僕 这种东西 做到越来越 可能刚才你所说 为了生存 为了店铺要经营 要想多个新巧 就像射险足球也是 不断地想 最后想到赤足球 那 那你觉得 你怎样看这件事呢 如果要混合这些 怎样说呢 就是日本的女僕店 超过一百间议事 是 每一间有不同的主题 我觉得是 很合理的 OK 还有 实际要明白一个问题是 日本的社会模式 和香港就不太同 你也说得很礼貌 你这样说得很可爱的 你这样说得很可爱的 日本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消费方式 去满足这些个人的需要 是 你会觉得很礼貌 是的 所以 女僕可能在那方面 只是其中一个主题 如果早期一些 可能有一些付费的服务 那其实 可能有听过 就是为她吃东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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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那些是一些很 很特殊的例子 就是那间店 就是叫Costra 这样 那她就是出名于有 这个夫妇安 这个服务 餵食 是的 但是其实原来 我们看动漫画 以为 雷目店就是这样 哦 但是结果原来只有她一间 在做这样 是 而且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 就因为 是的 其实不关事 那 因为其实做这些行为 其实是 在日本 都是有点差势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 在 可能我们香港 做食事就拿餐饮业的牌照 那但是他们呢 可能是要拿一些风俗的牌照 就是类似一些夜种会的牌照 Club 是的 那都有分等级的 那 因为日本 是的 某些活动是合法化的嘛 那香港是 麦瓜齐坊 因为香港是不合法的嘛 那旅目店他们就是 在一个比较 轻度的层面 是 可能有些店铺 哦 就是其实拿牌照 听你这样就知道很多内幕的东西 就是原来是拿风俗牌的 是的 就是如果有些店铺可能很踩街 就是刚才我们讲Costra 他有什么东西 虽然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牌照 但是在日本 在某些地方 都可能有个女部店是做了类似的 带他们有警察去盖当 我没有牌照就要照盖的 你刚才讲风俗的东西 我想这样贴这个话题再问多一问 那你说可能胃食啊少踩街啊 或者可能因为拿服装牌 可能做些事情就可能过分一点 那我想问服装上面呢 你会怎样去讲 就是譬如说 有没有那些女部是真是譬如说 就是这里的踩街呢 可能越来越短啊又怎样 会导致到真是 就是不像是一般的女部 可能真的过分性感 有没有这些 有没有这些以性感服装为这个招牌的 其实我觉得在日本是不需要 要用这些东西来做招牌 为什么呢 那如果他要去那方面的铺铛 其实真的有很多选择 那不是他真的做事的嘛 就是姐姐暈食那些 是啊 那去到女服店呢 他们那些客人 他们所需求的是另一种心灵上的满足 那不是太服饰上的 还有一些可能要遇窄的人 那他们就心灵要觉得要纯洁一点 那他们其实未必是会光顺那一类型的铺铛 或者他们是会隐瞒去光顺那一类型的铺铛 但是你觉得她的女服店是一件很纯洁的东西 可能是 我发觉香港 我代表某些香港用户 包括我自己 哈哈 我都 我都讲一讲 但是其实我们是对这些女服的服饰呢 有一点点要求 幻想 不是 就是我觉得是未到标的 at least 香港戒类目 如果讲到这些呢 我反而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的铺铛有和日本啊 台湾啊 或者广州的服店都有做一些交流 所以我会知道一些他们其他地方的经营的模式 或者是一些东西 那如果讲到服装呢 我觉得在大陆是比较over的 是啊 那他们会 很搞笑的 我听另一个在广州经营的店长去讲 就是有一间戏呢 你会看到北半球 那样 那样 就是规定的 指定服饰 总之一定会看到 哦 是的 那当然我认识那个店长呢 那他那件女服服呢 中间都有一个很有事业的心 是 那但是 哈哈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 他们的兴趣 但是 如果这件事去到香港 多不多人接受呢 那我觉得很一本一本 我觉得香港人都挺道德高地的 那些位置 虽然现实上那些人是不是这样 但是 香港的道德呢 倒置是地底的 但是呢 要扮呢 就要扮拿一块镜子到顶的 就是比如说自己想看 嗯 你去呢 别人又怕别人说话你去看 所以就说 哎呀你穿成这样 不要这样穿 但其实心目中是想的 你不要说不是我跟你说话 因为这个是可以在我们主流媒体那里反映出来的 是 就是我们有些所谓的八卦集资 他们平时做些什么 那就是因为我估了这个需求 所以 大家虽然口港道路不大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那些主流媒体会反映一些 其实你北面那些国家呢 那些东西是比较直接一些 就像刚才你说的 那可能有些人真的想来看一些比较 妹妹仔 又未到成年 或者半成年 那样 穿一些比较 一些over的衣服 那这是一个卖点来的 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 我敢 OK的 那当然香港可能你只是 又想做又不敢做 又不敢承认那些物母 其实是可惜的 就是作为我 我都对女性的服飾一些要求 就是 就是很坦白说一下 就是如果 如果 那么多间女博店之中 比如我和朋友 如何去选择一间女博店 我可以看到这些衣服的 不知道 我对衣服是很有要求 就是我觉得 当然 你说如果 譬如性感者少 或者有些 就是不 就是不像我们平时 街体那样的衣服呢 那对于男性用户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点的 嗯 是啊 两个极端 就是刚才我说 我那个广州的朋友店长 他就有个事业生 那两个极端就是他 就是可能我们做的那种 要是长裙 那这种又是另一个极端 因为比较少有 是 长裙就是 你是仿回以前传统勾式那种 是啊 就是要做那个类似气质的感觉 感觉也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某一种市场 是 你说起流派 我们可以说流派 就是其实 刚才你也提起到 其实女博店 就是跟坊间很多的文化一样 都是经过时间 和不同的演绎 就会分很多流派出来的 那我们开始讲的 就是上一节讲的 最普通的那个 因为01年开始 我当是动漫市场 起的那个 所以就衍生了 那些 刚才你说到 譬如你以前那派就是 唱裙的 要 要 讲求这个气质 和讲求这个 欧式传统面 那还有没有其他风格 其他流派的女博 刚才说到2005年 就有些偶像路线一点点 那或者是一个主题 气氛营造的那种店 就是亚党那种 那其实最后一点 都有更加多 主题营造更加特殊的店 例如Aphelia 那它是一个 是讲的话 它是一个魔法学员 那它是日本 比较出名的 有很多分店 那它做一个魔法的气氛 是有很多 十几家 哇 一边是集团来的 都是的 偶像和主题一起做的时候 都会更加顺利 那然后 这些是大公司 那但是可能 另一种小店 可能他们走那个路线 都会有一些 可能RPG 那些的路线 即是Role Play 是的 那 都是拧了一些主题 那或者是忍者 兽女的主题 都会有 那 然后再 另一种他们的经营方式 就是 就是 好像一个社区中心的感觉 就是那些客人 他们去到 其实不是纯粹只是见女服 可能是会走 和客人之间都会认识 再聊天 那他们一个叫做聚会的场所 那 但其实这种感觉 都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说好像社区中心 那 然后另一种就 有些像兴道的酒吧 或者接近夜祖会的感觉 那种其实很吸引的 那 那 卖不卖得走呢 你说那些 在日本呢 卖得走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和香港人是不一样 因为香港人 他们就会觉得 那些店铺 卖得走的 那些店 旅目店卖得走 搞得好像好什么 但其实在日本 这个东西是很普通的东西 所以香港人是有另一条尺 我就是 譬如这样说 学生的 都能进去日本那些卖酒的 旅目店里面 没问题的 即是如果你年龄不够 他不让你叫 因为日本是二十岁才能喝酒 即是跟香港是有点不同的 是 哇 其实这样 即是香港是 不如我们讲回香港 刚才我们讲了 即是欧式和日本如何去发展 那香港那个文化 即是女僕文化 又是如何演变的 即是 那你比较早期将这个文化带进来的 嗯 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那和那时候的网络 可能没有现在的资料那么齐全 那不过 都大家可以看看YouTube 或者一些Vlogger写的 但是 大家开始营造那个气氛 或者到现在都大部分店银造那个气氛 就是好像一个场所那样 可以和一班小妹妹聊聊天 玩玩 那和客人和客人 即一些动漫 背景的客人 他们可以互相认识 是 那这个都是我想比较主流的方向 那到后来 那些 就可能有些店银开始做一些 異业的合作 即是和其他公司去搞合作 Cross Over 是的 那或者我们那边 就会和外国一些人去做Cross Over 即是外国的店银去做Cross Over 那这些东西就会令到那个行业 再有更加向上的发展 因为如果你只是停留在 大家可能是 好像数房那样的阶段 那就不是很健康 是 没意思的 是 但是你香港经营的时候 比如说 刚才你说的 其实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很不同 那香港的女僕文化的style 或者你经营上有些什么难处 其他地方没有 或者香港独有的问题 香港独有的问题 香港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是 就是 租金啊 人工啊那些成本 是相对其他地方比较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呢 因为台湾的话他们就相对压力小一点 然后大陆的压力是极小的 因为他们的人工是 知不知道大陆的麦当劳多少次一个 便宜香港几元 但麦当劳都不便宜 但是他们知道 我们知道人工 是的 我就知道一个大陆 一个市映 好像不知是三千元 三四千 一个月 他们的时薪是大概七至十万 一个小时 哇 香港的四分之一 但是他们饿饿饿食 可能都是二十几元三 一个小时 你可以算到 你算到经营成本 是 就是不是很相同的 还有我想问北面的租金 那对于香港来说是贵还是便宜 要看地方 但是我想都一定是便宜 其实香港是真的夸张的 就算对比日本那些 都是夸张很多 其实日本也有另外一个情况 日本难不难 竟然他们竞争很大 但是他们的客人 是相对香港的客人 更加愿意去消费 就是他们知道 你跟女僕玩游戏 其实要钱 因为女僕给了一个时间 是 有很多东西是没有条件 但是香港的话 他们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不用钱的 所以这件事 令到女僕店的收入来源 是相对低了 是 我想问一下 在经营女僕店里面 你有什么难题 譬如说 可能 人才的流失 或者培训 或者之旅 你有什么问题出现过 这个又是跟香港的文化很有关系的 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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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些争论 不是什么港女港男的 对 经常有这些争论 就会觉得 那些香港男生觉得 香港的女生是港女 怎么做好女僕 那其实 是不是真的这样 其实是一部分 是的 应该有些是很有爱心的 我都见过 那的确 我想不只是女僕店 才会面对这个问题 我真的认识 其他亲爱的老板 他们都说 可能那些女生 曾经回来 是不懂得掃地 不懂得多地 就是可能有些女生 是不懂得用罐头刀 不懂得用打火机 就是 你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不懂 但是他们是真的不懂 是的 可能家里大家 附我都上班 有工人照顾都不懂 而且这段时间 不是这段时间 香港很有趣的 不知道做什么事 现在叫那些女生 不要进厨房 是吗 是的 那么怕 那怎么会做的食物 不管 不是 现在是要男生做的 是的 就是晚些要做男生做的 我做得 刑处 我不知道 很奇怪 那 女生他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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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务的技能 我觉得在现代来说 完全不足够 是的 是的 忽然男生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事情是比较擅长一点的 可能在家里 给妈妈 或者姐姐的洗惯 被迫着做 是的 其实我们 艾康头几集 讲过这个男女问题 刚才你说的 也是很到 妈妈是很强势的 在家里 是的 现在香港男人 不习惯反抗 就是好像 就是 就是 不懂得包拗 不懂得 不懂得问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不吵就是一件好事 就是不同人 有争拗就是好事 息事令人就是一件好事 不要烦 不要烦 有什么事 你就不断地掃 不断地做 那有些事情 应该分摊做 还有有些事情 比如男女 我觉得始终 纲位不同 做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开始模糊了 其实不是健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有女博 cafe 都有一件好事 可以告诉女生 可能有一种 很优雅的做 我们会被 平权主义者 攻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觉得 女性 不应该被限制 在一个 富权社会的框架里面 因为女博 真的是富权社会的东西 不是的 也有男执事 也有富权社会 也有富权社会 富权社会 更粗糙 搬行李 也是的 但是 你无可可认 女服这件事 是 在吃着 富权社会的 一些好处 是 你男生坐在那裏 有个女生 服你 现在都有女 女顾客 我想问女顾客 女顾客的成数 多不多 我们一般人眼中 常常觉得 去的都像我们这种 男孩 又要害羞 又要去 真的很多这些 其实都多 对 女性的顾客 都可以挺疯狂 而且他们会比较好 他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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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女服有些身体接触 男性的限制 可以跟女服有身体接触 这些人是赚了 某程度上 而且 我发觉我以前很搞笑 有些女性 他们会 很想去认证一些女服 他们觉得 认证做女服的好处 不是因为要面对客人 而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女服 之后我可以常常对着那个女服 我不需要来消费 就可以对着那个女服 还可以看到那个女服私下的一面 可以免费 交友 是啊 是啊 他们是有这样的 但不是说是禁止的吗 很多家中禁止 他们已经做了那里的员工 那员工和员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些女服应征做 哦 女孩子的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呢 时间真的不够 part 3 再讲 不要跟我说 这款游戏有多好玩 Cosplay有多狗公 电影有多深奥 艺康 两个字 虚伪 謊言 真的东西没人来 假东西才有人听 是否这么说 逢星期三 九点半至十点半 我是蠍子王 城寨见 好 回到艺康的part 3 讲女服文化的 就有蓝蓝和娥蝶子王在 刚才我们讲到 那些女性入女服cafe反而有好处 可能认识一些女服 和她做朋友容易一些 而且自己也进来做女服 所以我觉得男性是比较差一点的 男性可能很大程度上 我们都是用金钱去援助一个女服店 继续经营 我还要去援助 怎样说呢 我觉得香港的客人 尤其他们会觉得自己 可以为女服店做得更多 因为可能 怎样说呢 可能他们身边 整个环境很沉悶 他们希望去付出一些东西 是令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可以 继续在这里 继续存在 或者可能去发展得更加好 是 但是他们能够 帮的方式就是用钱 有了 这些东西已经算很好的了 付费玩家也很好的 其实那是同占中一样的 大家都去付钱 有的 是 然后大家觉得已经出力帮了这回事 这个我们可以讲一讲 既然你讲到这些 这么香港文化的东西 其实听说虽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其实里面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要只是给钱就当帮了 其实你背后有什么问题 是那个消费文化 就是消费 是的就是消费 就是我来到 你服务我 我帮你 我给多一点 我来多一点 但是其实 表面来说 看来虽然好像是没问题 但实际来说 其实你是不及 譬如香港其他国家 他除了喜欢这些东西之外 他真的会 用其他方式去 contribute 例如 你搞gathering的话 你可以帮忙筹备 或者帮忙思考 或者帮忙分工 或者可能 帮忙宣传 或者可能帮忙 利用你自己的特场 你将一些新元素 加入去现有的 旅博 可能令他多一点 是不是香港比较少一点 是的 我先拿到日本来举例 好 为什么我会觉得有差别 就是客人会做的事情 那 日本他们会有 旅博的同人only event 就是很多年 持续了很多年 那 如果他们很喜欢旅博店那些人 他们会 就是可能做一些blogger 每一个旅博店 都做一些比较formal的report 就是不是纯粹 我今天同一个旅博店 不是open rights 不是那些 真的很formal 去做一些information的记录 就是记录 他们很喜欢做那些 那些叫什么 分析的 连拉面 文具 那些都会写一本书 但我觉得香港的客人 我不是特别留意到 有很多去做这一方面的事情 是 如果他们真的很喜欢那些 那可能他们会自己 分析一个群组出来 就是可能找到同好会 那 去做一些活动等等 但是我觉得香港的客人 主要都是在这个消费层面 其实也不是香港的 我可能答案也是这样 台湾他们可能都有搞一些恐怖会 就是情况某困 但是日本就这样的生意多很多 你可能看日本一些 就是一些网页 是一些关于旅博的资料 那样去 就是很多旅博店的资料 都会在那边 那些私下送给我 我想看 很容易找到Google 一找就找到 真的还有很多 不懂得找 那还有这件事 虽然你说可能是义赛 没有钱 等等 但是当你如果 有些东西发展到 去到某一个规模的时候 日本是能够 将这些东西 转化成为一个 business 是 是 一个长远发展的 business 是很重要的 所以香港好像 一期爆 是啊 我想这个文化 就是等于你看看 就算我不要说 女博这些 由你小时候读书到上班的话 你小时候读书都是的 你小时候跟外国人 譬如有 seminar 你看看香港的学生 譬如说 教授问 大家有没有问题 香港人是 没有人出声 没有人出声 然后一完堂 就自己在那里讲 就是他不会 在官方地 就是不会在大众交流 他准备小圈子那样谈 嗯 还有你看看 很多东西都很避免 例如你公司 你香港人上班的话 当然都是尽量少问东西 少投入 是啊 见啥就做啥 就像check list那样 做够事我就走 那种 其实是 不要啦 就是这样搞得香港没有人的 是 是不是觉得呢 不要投入那么多呢 就是不要给一些期望出来呢 大家就可以自我保护到自己 一来啦 二来不会拎东西啦 二来不会被人闲言闲语啦 就是说 我交流那么多 为什么你博出位啊 为什么你什么什么 那你不 不知道 香港人是很 香港人是不喜欢一些 很主动 还有 不喜欢别人做主动 就是不喜欢别人 和他有那么多交流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 是啊 因为我估计应该是我们小时候被训练出来是这样的 我看到呢 有些人说呢 我们去的咖啡 不是女博那些 正常那些 或者是餐餐厅 那如果他 当有一天呢 那个咖啡认得他呢 跟他打招呼他 他就不想再去啦 因为他觉得 我就是下班 想去一个可以自卖的餐厅吃东西 你认得我我就不想再去啦 就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日本也是开了一些 那些自动点餐机嘛 就是给那些不想和别人 就是日本有分 就是一难的朋友 是的 就是他说 日本其实也有这样的文化危机 跟香港相似的 一个城市里面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日本也很极端的 有一种呢 就好像心理食堂那样呢 懒是要 那些才可以的 是的 跟街坊 或者跟你熟的人有交 一来就说 譬如这样 我来你朋友都来得多 你都知道我蜜蜜黄 不喜欢喝什么的 那可能 是不是要这个 要我帮你订的 不过只剩个照片 哦这样才剩个照片 是的 但是有些人呢 是不知为什么 日本现在很多年轻都是这样 他是不懂 跟别人沟通 就算 他在网上可能很多东西写的 很厉害 无端的tweet啊 facebook啊 很多打机不断留言 但是你一约他 他又不出声 有什么时候 他事后了 完了 一个人了 单方面这样打 他就是一个神来的 没有人博他嘴 没有人跟他交流 真的很有趣 这个文化是近期 亚洲 可能有些外国都有 这种很特别的 尽量别人有沟通 我吃饭一个没问题的 不是为什么身边的 不是 不是为什么咕咕的 没吃得这么热 他正正代表了 有一种小拙人 是不喜欢吃饭 是为social的 是这样扔在一边的 不喜欢social的人 是的 那 但是其实我都不喜欢social的人 他会不会来女僕餐厅 就是来女僕café呢 我覺得去旅行的人是不懂 social 的人 不是不喜歡 social 的人 可能是自己看電話或者什麼 我覺得另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這個 這些電話叫什麼我忘記了 Smartphone 是的 這些智能電話太普及了 這也是人與人的鑑膜 以前是看著漫畫或者玩遊戲機 其實遊戲機也是一個鑑膜 但是相信別人會容易跟他溝通 現在可能很多客人都會對著電話 但其實他們不是不想女僕跟他說話 他們會偶爾看著女僕 然後突然又看著電話 你不知道他想怎樣 你覺得他們是否不夠主動呢? 他們不懂得自己去開始說話 然後也很看那些女僕是怎麼樣的 在我們出營裏面也有說會有這些情況 那你怎樣可以令到客人可以跟你一起去 共同去展開一些話題 或者怎樣去營造一個大家可以良好溝通的希望 是的 香港有些店舖都做不好的 譬如說我有時去有一間cafe 我不知是我們第一次去跟那些女僕不熟 還是怎樣 不理我們的 就離開那些 就是某些 不知是否我跟我朋友去 我們兩個朋友一起去 有辦法談 他覺得 還是不要騷擾你們 還是不知道怎樣 但其實我們兩個心底裡是說 為何沒有人理我們 我們沒理由兩個這樣不出聲 那我那次就好像要撩你們說話 是的 你躲在資深 譬如普通的那些不懂 加上 剛才說過香港的消費文化 我給了錢 你服我 有這種心態 你補習也是 你補習 給小孩子學游泳運 都是這樣的 阿Sir我給我錢的 那是否你應該這樣 是呀 他們不懂個字 他們不會自己查 你直接告訴他們 你不需要教我怎樣查 你告訴我 是呀 還有這種文化不只是女僕 你看怪獸家長 對著獸仔外面 其實都是這樣的 譬如說 我不知道有些什麼 很誇張 譬如你教拳 可能你要幫那個小孩子穿衣服之餘 要幫他換衣服 他不懂他叫他綁那條帶 兇手套綁很正常 那些技能 你走了 我不用幫你換蝙蝠 但他的身份就說我給我錢 但教練給錢不是幫你的小孩子做這些 是 是 他們只是想約人臭小孩 是的 為什麼說話 我回到類伯 有一部分人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說什麼呢 我給我錢 我來這裡 我是做大爺的 他意思是說 應該是 是別人服務我來我聊 他意思是說 我沒有理由在這裡 是一個消費者 還要我主動跟女僕說 你過來 你不像酒吧那些 但是 你覺得怎樣看這件事呢 對 其實跟酒吧那些應該沒有分別 是 因為你適合談就是談 不適合談 真的談不到 沒有辦法 在於我們女僕怎樣的立場 我們可以設定一些規定 可能每一台 女僕就走過去說 一兩句 即是要做一個 對話 交課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必須 這是你的工作流程 是 但是其實 實際上你跟那個女僕的交流 多不多 其實真的看你平時怎樣說話 也不可以說那個責任全部在客人上 因為我覺得女僕 其實這個行業真的很有趣 我覺得客人他們是 需要跟一些女僕有交流 我想香港的客人都很期望是這一點 你需要跟那個女生有交流 但是這個交流未必是你可以很 唱所欲 對 你未必可能很順利對他做到的事情 那你就期待你對面的女僕 好像一個社工那樣可以很唱所欲 對你 或者是 實際上很溝通 像不像真的那些 居走屋那些 其實我感覺都像 除了吃飯之外 因為很普通的餐廳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有個類似女性的物體 是年紀大過你的 作為一種安撫你的 但他們要想年紀小的 是的 這個就反過來 你以前那些人怎樣去分析日本的飲食文化 或者居走屋文化 或者夜店文化 就是說 其實那本書是 我忘記哪本書 好像叫日本的色與道 講日本的食文化 那本書 他有講這種 他就說其實日本人 都是一個很強調男人是要剛強 很早就有 有類忍著流 沒有被人見到那種 其實骨子裡有誰不想 那為何一群男生 上班族下班 下班一起喝酒 其實是等於你年輕人 那時候 有些大紅技安 放學出來玩 放學玩之外 你上班 很多不如意的事 不開心 就有個女 如果你去夜店 就有個媽媽 你去夜店 就有個女性的年紀大一點的物體 就說 你媽媽你幫人搞成怎樣 今晚上班 怎麼會這樣 其實有個類似是 長輩過你的女性 你說些說話 就好像半個社工那樣 就是模擬媽媽的那個角色 其實香港的客人 就是有兩種的需要 一種就是 認識小妹妹 就是看那種青春美 就是溝女 對 但其實有部分客人 有跟我反映過 其實他們覺得 跟那一堆小妹妹 其實沒有什麼好聊下去 因為他們 聊不到 因為他們見識不多 對 人生經驗不太同 如果跟比較年長 其實年長的都是二十多歲 就是比較大一點的 他們就會覺得真的聊到 因為他們的年紀 那些年紀 男客人就會覺得 那我也這個年紀 我沒有理由 把我上班一些不如意的東西 跟一些小妹妹說 那就很沒面子 說他都不明白 對 然後跟一些年長的那些說 他們就覺得這樣就會 正常一點 合理一點 說出來 OK的 其實女僕的那個年齡層 都是有選擇的 對 其實年紀小的那些 就真的做個另一件事 年紀大一點的話 不過其實很難的 就是不會有人見工 是的 其實當你做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又可能不需要 有女僕這個東西去包裝 都要的 始終好像我那些 我那些那麼表面化的人 是很喜歡這些包裝 還有我也是消費的那個 那個錢不同 因為 剛才說 我們可能一般上班的人 他們去女僕店 可能只是點一個餐 那一杯東西 他們可以有這種 就是對談的服務 那如果你去外面看心理 醫生可能很貴的 是啊 是啊 一千塊一粒鐘 是的 那或者 那你不會無法找社工的 但是如果你是 好像那些去夜店那些 那又是你一個價錢 而且夜店被人見到 又不好意思 是啊 就是你看 比如說 所以女僕店的身體好像比較純潔 其實是的 這個真的純潔一點 就是看一下你的女僕搞什麼 嗯 但是請人或者 女僕的那個流失率高不高呢 或者聽你這麼說 都難 是不是都難經營 都其實都難的 因為呢 你做女僕 通常大家都 expect 是18、22這個年齡區 是 那你再大一點 就會相對難一點 因為 可能很多人都是 都只是耳貌取人 都是想 一個很漂亮 很可愛 小時候的小妹妹 就OK 因為 大家 一開始就想到 我需要一個 有些營養的交流 就是 他們一開始就會有這樣的需求 你是長期去一個店 你才會有這個需求 所以 相對年紀大一點的女生 她們可能比較難去投身這個學業 那 是的 店舖都可能都不太考慮她們 那 譬如你剛才說 需要一些 比較 一些見識 成 見得多一些的女生 那其實 你覺得香港是哪種 需要多一些呢 是真的 想過來好像聊天 那樣 或者順地看妹妹那樣 如果以這個營業話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考慮 就是 做那種 是 怎麼說呢 就是做姐姐那種 是有深度的 客人都是 有推銷客人很想要這件事 但這件事是 難以長為 你剛才說了 還有一個是 都有女性市場 就是都有你 那 那 會不會有 譬如男性做會好些呢 就是有衍生中 另一種流派就是 男性來做 這個執事 是的 都是 其實情況是一樣的 是 就是年紀小的男生 又是未必可以應付到 那些姐姐的需要 但是呢 姐姐對著小弟弟 又可以覺得不好玩 哦 就是都是一個 我想問 因為呢 有些朋友跟我說 我不知道真是假 有些重口的例子 就是說 有些店舖 會請一些男生回來 有些藝良彈女服呢 是不是真的有的 哦 日本也有 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但是 日本真的有 日本真的有 可能叫雲雀婷 好像都很久了 其實都站得穩的 他們真的有那個市場 就算是女生去做一個男性角色 那個 那個cafe 都是有這樣的 存在 有這樣的市場 還有音樂 因為是現場在焗餅 非常之香 就是站得穩的 是啊 那 譬如說偽糧那裡 那裡面的人是知道 還是不知道 就是想像一個欺騙的 還是擺明是 擺明是的 但是當然那個偽糧也有些質素 就是 就是女生去多還是男生去多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進去 我真的很有興趣 可以去 那 你覺得現在這個 有這個男執事的介入 會不會是一個 女權的平權呢 或者 還是一個 純粹是一個 business的campaign 這樣 平權 又沒有特別 其實他真的沒有去捉 一堆婦人的 婦人 就是婦女多嗎 嗯 啊 婦女和一些 應該這麼說 就是執事電店 這個東西 又在日本鐵器先 那日本有一間最有名 就是Slow Hotel 那 又是背後一間極大的公司去支持 那他們的裝飾環境 全部都很完美 真的 感覺是 就是豪裝 實質上是否就不知道 但是感覺都豪裝 那些食物 那些全部都有一定的水準 去到很誇張的 他們現在有執事歌劇團 那些 哦 是啊 是啊 然後又會租一些鐵路 不知道怎樣 然後 就是可以在那段鐵路裡面 有執事去serve你 那樣 這麼聰明 就好像一個旅行 是 郵輪那些 就是他跟一間鐵路公司合作 是 其實你要買票去買那段行程 是 可能只有一次這樣 那你就買票去那段行程 就可以感受那件事 我也有想過 不如搞電車 電車派對 那都可以的 但是其實都很難 因為那個價錢太貴了 就是他們日本金錢搞一搞 去玩一次是要三萬日圓 但是你香港的人 全港幣多少三萬日圓 以前是十算的話 就可能三千元 那可能你二千元去玩一個這些派對 那我香港人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香港人給四五百元去玩一個派對 我覺得那些女僕店的客人 都未必會做這件事 他們會花四五百元去跟女僕已經有 但是不會花四五百元去玩一個派對 但是這個真的可以想 其實我 我有機會很想去這些 我很想試一下 但是講到這裏的話 我還有一件事很想去講 我已經講了女僕 那你覺得譬如說 剛才說消費者的價值觀 那現在那些女僕的價值觀 那你覺得這個下面一件 就是你會怎樣看這件事呢 女僕的價值觀 是的 就是譬如說 你會覺得女僕 可能是跟太早出來拍照的美女模一樣 就是他們對社交 或者社會 或者對賺錢的概念 是有什麼 是完全錯了 是不是真的會的 好像我害了人 但是我做一個不是很像那種 是 我覺得最影響到的 女僕是一個部分 其實Cosplay 那些美女 其實都是另一個部分 他們會令到 小妹妹覺得好像這樣 是一樣極容易的事情 你肯穿得性感一點 你肯做一些social 是的 的確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很難去界定 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只是我們自小被判施的價值觀 這樣是錯的 但是 他們這樣做 令到你的人生是 易走在我們 我覺得這個不是錯 這個是在講公平的問題 就是譬如反過來 你想一下 當作一個日本動漫作例子 有些很普通的樣子 有不很美女 就是那些透明系的 那些女學生 並且一個 我家裡可能十五十歲 在雜誌上拍一些model照 他們兩個的生命真的很不同 大家都要那麼大 那麼上下 那麼高那麼大 大家都要讀同一間學校 只要你這個 衰的講話 真的那個樣子漂亮 或者寧願那個樣子不漂亮 都沒有所謂 你有適當的化妝技巧 穿衣色襯 其實你的人生是真的很不同 是的 順利很多 是差很遠 賺錢多容易 不過我覺得問題是 如果做到這個事情 當然好 但是有些人會本來倒置 做這個事情之外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 應該要勤力努力 就是我覺得這兩件事 要互相配搭 是 那麼你還沒反過來 剛才說女生跟女生比 那麼在這個男女 秀的平權的地方 是完全不平權的 那麼男人怎樣 不是的 少八年 有幾多啊 真的 就是你雙來講 是難一點的 但是 那個餅就是這麼大 女性來說 在這個範疇上 真的容易很多 她真的會扭窮 所以就是說 在吃負權社會的一些便宜 對 對 其實這件事都是負權社會 不要說留下 剛才好像負權社會沒有了 其實 其實又說要平權 但其實女性靠賺錢 都是負權社會主意下的東西 是啊 其實都是矛盾的 是不是 其實 很難去推翻這件事 但是你推翻這件事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繼續生存得到呢 是 其實是不能推的 就等於吃煙 你就算那包煙貴到八五元 二百貓一包 那些人都照吃 因為有這樣的需求 就是要吃煙的 你說女僕這樣是 就是不要說女僕 比如說那些女性 靚妹 其實是販賣青春 而 翻譯出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翻譯到這樣的話 那你對其他 沒有什麼知識的女生 就是那個知識 是沒有 很慘的 如果我就是男生 我們被灌輸的又是另一套的 觀念 就是 世上可能慢慢喊你 其實又是那些位 就是說 讀書的時候不要拍拖 那些 然後在大學後才拍拖 很多東西才拍拖 然後那些男生 然後去到三四十歲的時候 很努力做的事 但是發覺就找不到女朋友 日本有本書 就是講這件事 就是其實 很多動漫作品 因為給一些小孩子看 其實動漫作品已經不是 現在有些可能比較 三十歲四十歲的 對象都有 那有一本書叫自殺島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有聽過 裡面就是講一個女孩子 就是說 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這樣 在爸爸媽媽眼中 是一些很乖的小女 她是姐姐 有個小妹 小妹就出去玩 就是那些 抱 認識男仔 那些 原本媽媽就稱讚她 好像你姐姐一樣 讀書 那些 讀書 不要拍拖 讀完書 又很普通 上一份工作 那些 她妹妹就照抱 照什麼 認識男仔 就結婚 然後她媽媽突然反口 就說 好像你妹妹一樣 出來找到男人 就好 然後她的人生 對於姐姐來說 她的人生 是因為 她說是崩潰了 她說 我以前努力過 你做什麼 我做你 或者價值觀念 你賦予給我的 價值 然後 就說 不是 最賺錢 最成功 可能有些年輕人 二十一二十二歲 公佈首期 這件事 人家書都還沒讀完 是 所以 其實 講到這裏 為何又變得 說這些 不知道 不過 其實 你覺得 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在香港 經營女僕 是否一件困難的事 是困難的 我最初 是想著 如何將女僕的文化 正面一點 在香港傳播 因為 香港的男生 可能看AV太多了 即是覺得女僕 一定跟色情有聯想 是 我不否認這一點 但是 都可以很正面 因為剛才說歐洲那時候 其實女僕 是一件很正面很普通的東西 是 是份工的 其實同色情是真的 是僱傭公司 完全是答不上 是 是 所以我們做 就將一些茶的東西 紅茶或者下午茶文化 加入我們女僕的店 令這件事 比較大眾容易去接受 不如我們PART4講一講好嗎 我們還要錄一些照片 好 不要跟我說遊戲有多好玩 COSPLAY多少狗公 電影有多深奧 藝康兩個字 虛偽 謊言 真的東西沒有人來 假的才有人聽 是否這樣說 逢星期三九點半至十點半 我是蠍子王 城寨見 好 回到PART4了 我們講一下香港經營是難的 剛才你講一講 你將一個新元素 加入你的女僕咖啡 其實整件事是怎樣 就是加入一些紅茶的元素 有很多茶具 有很多紅茶那些 把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 一般人很容易接受的東西 特別是女性都會很容易接受的東西 就加了進去 然後再陷入一個地圖 這件事是外面的客人 比較知道女僕店裏面發生的 是 就希望用這些方式去令到大家 對女僕這件事的改觀 還有其實還在街上做其他事 例如跟其他公司去做一些合作 例如跟咖啡店去合作 例如跟咖啡店去合作 例如再做一些外國的交流 那這些東西是 令人的感覺是沒有那麼疑犀 是 我看到你的店舖 很多那些茶 是真的後面有張 Information的細節 是告訴你 甚至茶葉的來源 應該怎樣品嘗 好像紅酒那樣 是鑑賞來的 紅酒你也講年份 酒莊 提子 釀酒師 我們茶也一樣 又要講年份 又要講季節 講品系 講莊園 茶園也有很多東西 我看你近期都做了一個event 其實我有幫忙拍那些 自問自答 其實那個 你為何會構思到這件事 是 是 透過做女僕的時候 再接觸到紅茶 我都 不能以為自己很勤力的 但因為我 覺得我要做這件事 我會花多時間為資料 越來越對紅茶這件事 認識更多 所以慢慢變成我更加想做紅茶 多於做女僕的事 後來就認識了很多不同的公司 或者又去台灣 斯里蘭卡 去學紅茶的東西 我剛才去台灣 斯里蘭卡 是啊 又讀了一些日本紅茶的 course 這樣 那 基元考核之下 認識了某一個茶 台灣的茶公司 他們又剛好在香港 是努力中 所以就加起來 一起搞了一個女子茶會 去做一些介紹 那 為何那麼多不同的元素 你會 那麼 鍾情於這個紅茶 不是其他可能是 咖啡 其他元素 其實茶這件事 和女僕是很密切的關係 是 紅茶文化 大家都會聯繫到英國 家裡的女僕 大家都會聯繫到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 是 維多利亞女王 就很喜歡喝茶 是 那這件事 即是 香港有英國的殖民地 其實都是 我們 流錯來的一些東西 很完美地承傳到 然後就 任何圍禍感 是 這個氣氛很普通 這個環境 都是很多女生會喜歡 那我說我之前穿Lolita 那我也是喜歡一些田園風 好像很優雅的東西 是 那所有東西合起來就會是一個好的感覺 就是很優雅的 喝茶 不過其實女僕是Serve Lolita就是喝那個 哦 那你兩個都做也可以 自公自首 OK 是 那你覺得紅茶在香港 所以 所以 你都為這件事 很努力地去 去 這個 反應 OK 反應是 其實都算正面 那 但 做著紅茶 紅茶這件事 是很複雜的 即是 怎樣說呢 即可能 為何你選紅酒 不選咖啡 就是 他都有分一些 對 拌的那些 對 很單品的 對 為何我會選紅酒 然後選紅咖啡 因為我妹妹是做咖啡的 我妹妹很喜歡咖啡的 嗯 我就比較喜歡紅酒 我覺得紅酒很特別 紅酒是一個故事來的 還有我 我以前也是一個藝文青 就是 紅酒有很特別的 就是說 其實你將那時期的 其實跟畫畫拍照一樣 你將那時的風格 鎖在一個地方上 因為你喝的是那時出餐的提子 每年是不同的 其實你拍照是拍那一格 只不過我拍的味道而已 不是說到懶得好像很文青 紅茶也是一樣的 我們說的那些 紅茶也是一樣的 是 也是記錄某一個地區 某一個時間 某一個製作方法 所以 都是藝術的東西 都是藝術來的 因為這次 我怕 因為聖誕前後 我不知何時出了 這一集 就想多給你看 其實 我和你又訪問了 其實你也訪問了一個台灣來的 紅茶的 算不算是廣告還是港師 我後來找了資料 他是店長 他是店長 就是 哇 糟了 我吸不到 我們對不起 這個店長 你在這裡簡介紅茶的知識 其實我覺得 都幾特別的 你在香港你說 鑑賞咖啡 鑑賞紅酒 鑑賞咖啡酒 很多 我想 紅茶 不是紅茶 茶來說比較少 茶 我覺得香港文化很特別的 因為 英國傳下來 大家都知道 去酒店要 所謂 High Tea 雖然應該叫 After Tea 他們覺得茶這件事 如果要一杯一杯一杯喝 其實好像這件事 走在酒店裏發生 但其實又不是 大家很容易接觸到茶 就是領茶奶茶 但又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 要是中國茶 酒樓那種 但韓服茶 又有些距離 是兩回事 所以好像我們經常接觸到茶 但又不是 我們現在所說的茶 這件事 這件事 就很詭畢 大家覺得茶 其實是很廉價的事 因為我們在茶餐廳 在酒樓 其實以前不是的 以前不是 以前不是的 例如我們現在喝的單品茶 都不是那個價值 其實和你喝單品咖啡 是這件事 那你咖啡茶 在茶餐廳也有 以前的歷史 在歐洲來說 茶是亞洲運過去的商品 中國也有 印度也有 印度附近 其實是一些貴的東西 貴到怎樣 可能是鋁木文化 是要衝 最誇張的一開始的時候 你知道一賣 賣的價值幾貴 以前 那怕別人偷他們喝 自己的家裏 裏薄也好 裏薄也好 或者朋友也好 那怎樣 茶餐裡面會上鎖 對 就類股加Q鎖匙 對 其實兩樣都扣到的 你猜不到 是打到紅茶罐 上鎖 怕別人偷 沒錯 罐在以前來說 是很貴的事 是很奢侈品 很慘 他們以前喝完茶葉 那些鋁木 或者那些汁士 就可以搜集完 然後再二次賣出去 這樣嗎 來騙人 還有味道嗎 好嗎 但因為貴 然後他們可以用一個便宜的價錢 買出去 就可以自己賺一顆 但其實那些都是流沙 我們可以做 說一下 我們只可以炒這個 不是 剛才 如果你之後 會聽你和女店長的interview 聽到其實 茶也可以用來煮菜 我有聽的 是 不過比較慘 因為香港人 可能咖啡很帥 酒很帥 但就不感覺到茶很帥 可能覺得是一件很古老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 暫時在香港發展得比較慢一點 還有香港人可能 如果女生的話 反而我們覺得 男生的客人 會比較著重 喝茶的味道 女生客人很多時候都是為了 那些 拍照 拍照 就是要這樣 今天你做 是啊 他們會使用一些很香很甜的東西 多一些 就是果汁很硬 給你吃 或者甜品 那些 是啊 反而真的要感受 那些 例如你講客人茶文化 他們會酒店 吃所謂high tea 就是講得high tea 這個就知道他們沒有研究 沒錯 其實都是要視覺 是啊 就是想要享受那個感覺文化 但是他們不會深入去研究這件事 究竟是什麼 也不想深入去研究那件事 其實都查了 我聽聽 其實你是哭訴的 其實都是 其實香港文化 我不是這樣 為什麼你要穿長裙 我明明看到是短裙 但是他們不會想回 女僕這個東西 原本是什麼 日本人做了女僕 其實是做什麼 你會覺得 一定是日本好一點 日本都怎麼戴 其實他們今天不知道日本是怎樣 而且都很慘 其實我們之前都做 就是我這個節目 都做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訪問 譬如有些講跳舞 有些是講藝良文化 也講cosplay 某些遊戲裡面衍生的一些東西 其實都找到香港有個很糟糕 為什麼我要做節目 就是罵香港人 你不去深究每一件事 你每一件事 當一個現象 當一個潮流來看 每一天潮流的話 其實就是外圍經濟 你沒有東西自己主導的話 你這個business很難去做得長 他們音樂hip hop人 當潮流 那一陣子流行 那一陣子流行韓國 那一陣子流行韓國 那一陣子流行韓食 其實沒有一件事就做得長 長遠來說受損 我們 好的 差不多了 今天我們來外景 很優雅地 說一些 我就是一個很麻痹 希望下次可以和你做多些關於其他節目 講一下美劇也好 講一下英劇也好 打探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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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頓莊 有機會看看 我想對你喝茶 對你憂悅 看看如何勾心鬥國都有好處 無論如何是電影影評 那一陣子我會剪一段影片 是講回 我們訪問女店長講茶文化 都希望可以在香港 加多一個新元素 我第一次來香港這邊 辦大吉林 算是分享會給大家 真的非常開心 然後也發現 香港有這麼年輕 開始有這麼年輕的朋友 然後可以喝到這麼好喝的茶 然後也很高興說 開始有這麼年輕的人 也開始這樣子 平常也有習慣在泡茶 喝茶 開始慢慢接觸 像這樣子喝茶的文化 那在台灣 你有做過很多類似的茶喝了 那在香港很多的話 有什麼會一樣的 其實我當然是希望說 一樣把大吉林莊園的風味 比較傳統 比較正統的風味帶回來 不管是讓台灣的朋友分享 也是可以讓香港的朋友 也同步可以知道 像這樣子的相關訊息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可以喝到 真正是從原產地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喝到 非常新鮮的茶 那相對性也可以讓大家喝到 最安全健康的飲品 然後可以把它當做日常喝 也是非常高興的 你開始有做幾個紅茶工作做的動作嗎 其實我本身早期不是做 從事茶業的工作 然後真正盡量這樣 早期是做電子業 然後現在開始在近三年才開始接觸茶業 自己本身從小就也在喝茶 然後也一直很喜歡喝茶 所以想說再多了解更深一點點 那希望我自己也是一個年輕人 然後我也想說把這樣子的茶的文化 推廣更遠的地方 然後讓大家可以喝到 比較天然健康的茶 是不是發生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或是有什麼有營養 你突然要感應的一個 因為之前工作電子業嘛 就是可能碰到的商品 都是比較冰冷的 那相對茶這種東西是很有溫度 然後也很有人紋的素養 也希望說可以多增加在自己的生活 然後也可以讓接觸人群 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工作 那是因為去了你們的店 課茶業後就特認識到嗎 其實我之前是先接觸台灣茶 台灣的烏龍茶 然後有一次在就是朋友介紹 然後認識了利財碟精品茶館這邊 然後第一次喝到大吉林的茶 真的是讓人家非常的驚豔 然後也可以感受到說 Avioline紅茶也可以這麼的多變 然後它的香氣滋味是這麼有層次 跟我們一般所認識到的紅茶 是完全不一樣的 茶的方式也可以像品紅酒一樣 可以讓大家用莊圓的概念去 可以像這樣子的茶 那你們希望在香港之後是怎麼發展的 當然就是可以看看慢慢發展 然後也當然希望可以跟莫莉茶環這邊 可以多配合 然後可以讓大家可以喝到更品質更好 然後質量是更高 然後是最新鮮的茶 重點因為我們推的茶都是有符合歐盟日本跟美國的有機認證 相對性現在目前的茶品質稱之不齊 也希望可以推這些比較健康的茶 給這邊的茶友分享 謝謝 給觀眾多一個選擇 差不多了 今天很感謝你 楠楠 有機會再見 拜拜 拜拜 不要跟我說遊戲有多好玩 Cosplay有多久功 電影有多深奧 藝康兩個字 虛偽 謊言 真的東西沒有人來 假的才有人聽 是不是這樣說 逢星期三九點半至十點半 我是蠍子王 城寨見